13分钟9中9 狂砍19分7把两助攻两抢断三盖帽 中国女篮小霸王直接下注美国媒体 对手球员只到她腰 这根本就防不了 中国女篮的超级天台振奋崛起 U18女篮亚军赛 我们终于见到了目前年仅17岁的女姚名张子宇 当她进入国家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什么样的表现 对阵印尼的比赛当中 中国U18女篮是狂虐对手59分 而其中张子宇一个人上场13分钟狂砍19分7篮板 更主要的是她根本就没有浪费任何一次出手 命中率百分百九投九中 她的这个表现直接把美国媒体给吓呆了 张子宇这场打印尼那真的是大杀四方 她往这一站就是降维打击 说白了在女篮这项运动里 张子宇2米23的身高就是最大的天赋 你要知道美国队那些所谓的核心中锋 斯托尔特琼斯他们也就是1米9出头 跟韩旭身高都有差距 别说张子宇比他们高30公分 在男篮运动里可能没那么厉害 但是在女篮里就是无敌的 我把手举起来你都够不着我 你凭什么能防我 随便你的身体素质有多变态啊 你防守球员就到她腰 你说能顶得住吗 打印尼这场比赛就是如此 张子宇这个13分钟19下期的惊人表现 直接让美国媒体震撼了 美国媒体颤抖了 看完她的表现之后 美媒直接晒出了张子宇在比赛当中 一个人碾压对面五个人的镜头 并且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张子宇怎么防啊 他们现在也终于害怕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女篮现在崛起的 一个真正的最强的宝贝和第一天台 张子宇有这种能力 她就站在这 这个身高就是最大的天赋 有人说什么派个中锋去投三分就能把她拉出来 张子宇的速度一点都不慢 而且在女篮运动里 身高体重这种优势就是比男篮要大得多 我比你高二十公分 你就是没法放 你看美媒现在都已经震惊了 都已经震撼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女篮的最强武器 现在打得这么好 其实郑威和姚明完全可以考虑破格开绿灯 今年奥运会 要不就把她也带上吧